主席 延副議長宣布開會 盧市長 楊副市長 市府各機關首長 本會議員同仁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現在開始開會 宣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那個 待會 鄭議員 鄭議員 我們是不是待會等今天的議程結束再來提 所以是概念 議員 我們是不是先確認好我們昨天的大會紀錄 好不好 宣讀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台中市議會第三屆第二次臨時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 中華民國108年8月8日 星期四 時時48分 地點本會議事堂 主席宣告開會 一 報告議事日程 決議 招案通過 二 報告市政府來韓暨宣讀議案交付審查 一 台中市政府108年7月9日 府受主一字第1080157394號韓 簡送本府108年4至6月 動之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染會 特別預算預備經明細表一份 敬請備查 決議 備查 二 台中市政府108年7月9日 府受主一字第1080157978號韓 簡送本府108年度總預算 4至6月 動之第二預備經明細表 及辦理期刑表各一份 敬請備查 決議 備查 三 台中市政府108年7月29日 府受密連字第1080179222號韓 有關本府提案 修正台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 地價税及房屋税減徵自治條例等計22案 如附件 會請貴會於第三屆第二次臨時會審議 令簡送書面提案資料各250份 請查照 決議 提案第一號法規案列入三讀議案 其余交付相關委員會審查 三 報告人民請願案 本會其既有 請法字第001-004號 請教字第001號 請教字第001號及請警字第001號等七案 決議 請法字第001-004號案 本會第三屆程序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議 因涉及本會開會相關辦法修正 由本會法規研究室研議辦理 以上四案不成案 其余三案成案 納入一成 交付相關委員會審查 四 三讀議案第一讀議 市政府提案第一號案 簡送修正台中市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地價税及房屋税減徵自治條例草案 盡情審議 決議 完成一讀 交付法規委員會審查 五 有關指風車劇團於學校表演藝文活動爭議案 會議詢問 提出詢問議員 賴家維 陳廷秀 蘇柏欣 鄭公敬 黃建豪 林德宇 博廷偉 黃守達議員 主席才是 請市政府延提使用標準 以供日後遵循 散會11時32分 以上 好 楊仁仲議員 好 謝謝 有關於台中市政府來函及宣讀議案交付議案審查的第二案 台中市政府108年7月9號 這個四到六月份動支第二預備軍明細表 那麼 本期主張不予備查 為什麼不予備查 在這一個 我們第二預備軍的裡面 有一個觀光旅遊局 我們台中市政府 仲裁又賠了71萬 就賠了71萬 那麼為什麼這個仲裁會輸掉 元宵燈會 創意子 創意子童 完 採購案件 仲裁案 為什麼 台中市政府都不要做一個交代嗎 都不要做一個交代嗎 所以說 這一部分 11220這一個 我們不予備查 等它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報告出來之後 我們再與備查 人民的納稅錢呢 怎麼又再賠錢 怎麼又再賠錢 我們是不是請官旅局做個說明呢 不要說明啦 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做一個報告出來之後 再來說啦 送過來再來備查啦 說什麼一名 是不是請這個局長稍微做一個說明 謝謝主席 報告一座 我這邊有 正峰市的調查報告可以存給一座 那你們為什麼都不送過來呢 不送過來就要給議會這樣子要備查 是 好 我再補送到議員您的研究室 讓我們所有的議員知道 為什麼台中市政府 人民的納稅錢 納稅錢又賠了71萬 是 這是哪一個時代的 哪一個人賠的 是 報告一座 這個是去年的 2018的這個元宵燈會 那當時小提燈製作 採購 發生了一些賠償 又是林佳龍賠的錢啊 好吧 報告拿出來 對啊 這個是這個 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拿來之後才被查 是 那我請 請同仁呈給一座 呃 局長 請那個同仁將資料 是不是送給我們全體的議員 呃 針對剛剛那個楊燃中議員的意見的內容啊 好 那我們 是不是 這個請 呃 議事主 拿入修正後 備查 但是這個前提就是 請我們 管理局把資料送到 全體議員的手上 我們不知道誰的錯 我們為什麼要被查 為什麼可以要 現在就被查 那現在 是被查案 我看 我聽好了 OK 那不然就 呃 李中議員 謝謝 我要補充一下 剛剛楊正宗議員講的這個部分 我想呢 在去年 我們就在鬧說 到底這個有沒有小提燈這個問題 我們一再的認為說 這件事情是每年例行性的工作 按理說 林佳龍團隊之前已經發包了相關的小提燈 按理說 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呢 我們觀光 當時的官呂局長 陳勝三 明明就已經辦發包了 然後再硬胡扯 說沒有這件事情 好了 現在我們看到這一筆錢 是因為已經發包 好 我想媒體也有報導 是因為已經發包 跟人家解約 所以要做賠賞金 這個呢 就叫做真相大白 當年 為什麼小朋友沒有小提燈 說硬扯 說相關的議會呢 不給他足夠的預算 所以沒有小提燈 那現在呢 媒體跟我們先查出來 先做了一個報導 說 這個是因為已經發包 要跟人家解約 所以要賠錢給人家 這樣子的一份調查報告 我們是不是有關這一筆錢的被查 我們是不是暫停 先等到我們拿到政風處 或者是我們官呂局 你把這個案子的前因後果 詳情 寫一份報告 讓我們議員都瞭解了之後 我們再決定是否準與被查 所以本席跟楊正宗議員一樣 這一筆預算暫時不予被查 謝謝 何明成議員 會議詢問 這個 當然你們要對林家龍的政府 怎麼去邊施賠盤 你們的管理 不過 環走過的必留下痕跡 有做過那麼多工作 你如果要成功 想得好 你去做 轉案 收拾 好好去查 不要經常 今天 現在 確認會議紀錄 要不要這樣回一下 要跟他配盤 我覺得 浪費大家的時間 主席 我跟你建議 我們現在在確認會議紀錄 人民請願案 在議會 屬我們成立 縣市合併的撩翱 幾乎議會 方會的職權 都沒有心疑 人民請願案 很開心看到 現在這次 我們已經把人民請願案 總算恢復了 但是 我早 到今天找到桌上 都沒有那個人民請願案 人民請願案 會願文 願文 願文 都沒有 你們在什麼程序委員會 就跟他講什麼 前四案 要正在修法 修什麼法 也沒有交代 然後就 給人家不成案 然後 交了三個案 說可以繼續審查 三個案又是什麼案 你總是你要給大會知道 每一位議員 也不是說大家都接出簽 還是都接辦 你尷尬也要把人 原宿的 真正人的案 拿來給議員 每個議員的島上 封鑊 再來做 台會的財管 因為 我們在程序委員 為什麼有財管 沒有錯 但是那是只有程序委員 你台會的議員 大家應該有這個管理 來共同 甚至 事關人民 管理的人民請願案 請 這個 謝謝主席 你採管 這個議員 應該要把主要 都拿來的機會 來回家 這樣對嗎 這樣合理嗎 謝謝和平成議員的意見 這個處理 那這個案子 就先不予被查 呃 曾議員 啊 謝謝主席 我也希望說 主席和秘書長 如果有任何事情 在議會 如果有爭議的時候 不可以意識出 靠會就散會 我們第五條都明明 這個校園 接觸問題 兩個議員 在議會裡面 你不讓我們說清楚 就發散會 對不對 這 跟子豐車 跟學校相關 怎麼重要 主席問題 我等一下希望說 今天這個專欄 報告之後 處理 齁 這個校園 主席和議員 學校在六點 六音大 來 汙蔑 議員同仁 一定 要 查出真相 還原真相 我們今天 我希望說齁 今天 你會當 我們今天先確認好 昨日的會議紀錄好不好 我知道我現在是 要 經台會董議 讓議員 呼籲 齁 說 等一下 所有專欄報告之後 要把 老十分鐘 來處理 整個 錄音大 的問題 這樣可以嗎 鄭議員 鄭議員 我們今天先確認好 我們 昨日的 會議紀錄完 等到 專案報告 全部結束後 再來進行 你的 這個 會議直訊 好不好 好啊 專案報告 一定要留時間 好的 要把長 第五案 除六案 這個部分 先請秘書長做一個說明 向何議員報告 這是 大會大會報告 這是那個 程序委員會的時候 所做的 決議 那 因為 裡面的 請念案 是 有關我們 本會裡面的 自立規則 那 所有程序委員都認為說 自立規則是我們 本身 議員裡面的 所定出來的 自立 自立相關規則 所以這種自立規則是我們 議會經過前提議員同意大會決議的 所以 也 不需要外面的人 來跟我們要求修正 所以說 那天那個 那個法國研究室 謝主任 他有向程序委員會提出說明 我們現在是不是請 謝主任 謝主任再提出報告一下 那個麥克風開一下好不好 這要送大會 這要送大會 你 人民最大的 我們的權力來源就是來自於人民 我們不是說我們自己 在這裡公公的 唸唸 唸唸 結果 人民有意見 我們也要做不一樣的決議 所以 以其這樣 我們一定要防緩 於未然 所以 希望說你要讓台會每個議員 知道 大家一項的人民請完案 過期就是便宜行事嘛 就怕人來請完 來 恐懼 所以 乾脆都不接受 像這樣都送給市政府 那不對 你現在紀元 如果要選這個 要接受人民請完案 你就要照顧來 所有的議員都要送來台會 讓大家知道 當然 這個 程序委員會有管理 你們決怎麼辦 就是委員會建議 台會另外 如果說要接受 這個委員會的意見 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台會 也是可以做台會的這個決議 這樣才對 所以台會 人要做決議 一定要有資料啊 請你主席 拆一拆一拆 這很簡單的事情 好 謝謝何議員 也都有 那這個一到四案呢 基本上是在討論 我們議會的議員如何開會 開會呢 又有牽涉到每一個委員會 相關的職權 所以呢 當時我跟大會主席報告 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我們的法規式 把相關會影響我們將來如何開會 如何成立相關的委員會 這些方面的事情 請法規會整理了之後 請我們議會召集我們議員的生活座談會 在生活座談會當中 請各位議員表達對於相關民眾的這個請願建議 是否要更改我們開會的方法 或者我們開會相關的這些他所要求 比如說旗子能不能帶進我們的會場 像這些都是牽涉到我們議會如何開會的內規 所以我建議是由我們議會召集議員的生活座談會 在生活座談會裡頭 我們來進行相關的討論跟決議 當時的說法是這樣子 那昨天我們在開大會的時候 我們的議事人員的確是把這個相關的內容 做了一個報告 當時也當然 何敏成議員你當時沒有意見 那而且也沒有把這一段的過程 跟我們議會同仁報告清楚 所以我在這邊補充跟大家報告 我們當時的建議是 希望在我們的議員生活座談會裡頭 來討論這個提案 討論完成之後 我們再來宋請大會 做相關的決議 以上補充說明 謝謝 陳陳念議員請發言 先給我講一句話 手也很久了 對啊 好啦好啦你坐一下 人民情願應該是一個嚴肅的事情 我覺得很多的人民他情願尤其到行政部門 有時候說反正就是不見了 回答也不是說符合民眾的一個需求 那我想我們 代議事議會是受到人民的請託 的一個託付 那我們一個人民的請願案 你沒有送到大會來 而且很多的議員也有接受到這個陳情 你要讓我們的議員接受到陳情的議員 也能夠在大會中能夠發表一下 而且能夠把他講陳述 讓大家來全部來了解 所以說我想說你委員會 他可能是 就照以市政府來研辦這樣子而已 可是把送到 你應該把整個一個 跟我們的議員提案 還有一個市政府提案 都送到大會來 大家一起來討論才對 這是一個嚴肅的事情 一定要重視我們人民的請願 不然人民要有什麼事情 行政部門就把它回掉了 可是他心裡還是不滿 所以說我們應該在我們議會裡面 還是要提出來才對 這點我應該 我們所有同黨應該 他們很有這個觀念 所以說我請那個主席 要裁定一下 一定要送來我們大會來討論 這點我是說 補國責 文明前議員 主席 主席 你是一個年輕的主席 應該我們有新的氣象這條 我們希望大家有這個主席 剛才議員在說 程序委員會怎麼決定 這我都尊重 我很尊重我們議會的組織跟程序 但是程序委員會所決定的事 並不代表說他們可以全部包攬一切 然後就在全體議員 人民情願案 連議員都不知道 就把它腰斬 事案都不成立 全體大會的議員 其他的沒有參加程序委員的議員 也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不對啦 我只是很微薄的這個要求 就是說 在台會的時候 你要把那個人民情願案的這些資料 都送給台會每一個議員來看 啊看 當然像是因為紙風車的案 大家在突然在勤 啊勤的時 可能沒有注意 還說政黨協商 還說你不要再說 你不要再說 你再說我 我不要再說 啊好 我實在有靈性 我沒有把你們抹下去 但是啊 這種事關人民這個重要的議員 人民情願案 我感覺是應該要送台會 這樣才是正確啦 希望主席你做明確的財管 以後人民情願案 一定要送台會 謝謝 這個跟何敏全議員報告 會議資料都在我們議員桌上的那個公文袋裡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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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市長 各位議員通人 其實人民情願案 是何等的重要 因為人民 針對 時事也好 針對包括議事的運作 整個一個設立的辦法 其實他認為有必要 議員來做個調整 我在這裡像 我們何大議員也做個說明 其實根本這個案子沒有腰斬 但唯一的可能議事組未來在做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未來不管程序委員會有沒有交易 一樣都所有的人民情願案 應該要給所有的議員知道什麼案子 這個案子並不是說在程序委員會就腰斬 他們我們是希望能夠更嚴謹一點 一到四案 這關注議會的整個議事規則 包括我們的委員會還有旁聽的這些規則等等 我們希望用更嚴謹的態度來讓各位議員知道這件事情 未來我們在開生活作戰會大家詳細的討論 是不是有些部分要做調整 有些部分是不需要調整的 應該是要來更嚴謹來處理 不是由程序委員會直接交易 然後到法規直接去檢討 這樣反而對人民情願案 有比較輕率的做法 所以說當天程序委員會是這樣子的決定方式 所以說也請各位議員能夠了解 未來議事組在整個人民情願案 不管有沒有交易的部分 一樣都要送到各議員的手上 讓他們知道為什麼這個東西沒有交易 未來要怎麼處理 應該要妥善 跟主席報告 是不是來請你做個裁決 陳淑華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剛才何敏成議員 主要是在說我們人民情願案 我們昨天有送了好幾件 到各議員同仁的桌上 那包含請法制001到004號 那還有請教制001 請教制001號 還有一個請警制001號 那現在我們沾對的是說 請法制001到004號 這四個案子 本來看喔 他這個就是社團法人台中市好名文化行動協會 那主要是沾對我們市議會 我們的台中市議會 人民請願案處理辦法 還有我們的台中市議會 各種委員會設置辦法 那甚至還包括我們台中市議會 旁聽規則的內容 那也包含了台中市議會 錄影錄音的管理規則 另外還包括我們台中市議會 聽證會實施辦法 那麼主席 這樣的辦法 這樣的規則 其實都跟市民的權利有關係 那麼現在市民 有這樣子的請願 希望說本會可以做一個修正 我覺得說不應該是說 什麼不予成立不予成案 應該是將他交付相關委員會審查 或者是要送到大會來討論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送到有關的委員會來審查 如果最後經由委員會審查 認為不需要修改 那我們也有一個具體的結論說不予修正 但是不應該是把市民 像這些聽證辦法 人民請願案的辦法 錄音錄影的規則 甚至是旁聽的這些相關辦法 我們就直接給他決議說 不予成案 本會我想是對市民做負責的 所以希望主席可以 再請求我們台會的意見 我想應該是要交付相關委員會 來審查這些跟人民的權利有關的 本會相關的一些辦法 謝謝 我想針對剛剛議員們討論 那我們首先尊重程序委員會的決議 日後人民權利案 應提早送到各議員的手上 那再來是剛剛李仲議員有提到說 是不是在這個 我們生活座談會的時候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討論 那是不是有意見呢 劉議員 謝謝 我想我們大會有他的所謂的 嚴整性 如果說昨天決議今天把它推完掉了 那以後 沒有真的沒完沒了 今天決議明天就可以推完掉 我認為 其實剛才我們那個議員 他講的我覺得沒有道理 我們是不是在我們決議裡面 有法官員研究辦的時候 提到下次我們這個生活座談會的時候 有議員提出來做討論 好不好 那這樣來講 那我們來做我們議員這裡面 討論之後再送到大會來 這樣好不好 一樣可以送到大會 討論再送到大會來 我想我們先 是不是我們生活座談會的時候 先來做個討論 那如果說各位議員還是有意見 我們日後就直接送到大會來討論 OK 好 插個議程 市政府專案報告 1.2020台中登會籌辦專案報告 2.市政府防止登革樂疫情專案報告 3.三海環線及捷運綠線延伸金補庫交通部審查進度及經費補助專案報告 曾詢大會 我們照網歷是 沒有請那個局長們來報告 那因為今天只有3個專案報告的內容 那需不需要請各局部首長上來做一個簡短的報告呢 还是说要直接照这个暗灯的顺序 刘七舟议员的麦克风 这里面有提到话我就不用讲 可是如果最新发展 尤其是灯会 目前我们的中央来的 到底给我们的核定额度多少 什么讯息 我想也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下 普通报告就好了好不好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请 这个各专案报告的局长 都做一个简短的报告 五分钟左右 好谢谢 第一个专案报告 2020台湾灯会 重办专案报告 请管理局我们林小琪局长报告 议长 秘书长 还有各位议员 那今天来由官女局进行 我们2020台湾灯会筹办的 进行的报告 那这个报告 可能因为时间有限 就是尽量只能够报告重点的部分 那如果各位议员还有不清楚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做补充 那从卢修院市长一上任呢 开始修院市要拼经济 所有重大国际型的这个节庆活动 都台中都积极的争取 所以呢我们也 本府也积极争取这个2020台湾灯会 在台中市来举办 那我们在1月底的时候呢 也顺利争取到主办权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本府积极在筹备灯会 那在接办这个活动之后呢 也于今年的5月9日 来成立灯会办公室 那这次的灯会是以璀璨台中为主题 根据主展区以及副展区的 这个灯区的特色来做规划 那分别设定了几个主题 森林秘境 异想世界以及同区乐园 那融入了许多台中在地的产业特色 来展现台中各个面向的 完善成熟文化创新 主展区的部分呢 从明年的2月8号到2月23号 在厚礼花博园区展出 展期总共16天 那么森林园区主要是以 现代光影科技 地景装置等等的手法 来展现森林园区特殊的自然风貌 那么马场园区呢 则是把这个厚礼马场 花舞馆以及展演绿地 等等的各式空间 呈现动物园欢乐气氛的 动物狂欢灯区 那么还有3D的数位投影 另外呢 我们会邀请台中在地的 这个团体演出 并且能规划高空马戏团 等等的展演活动 那另外副展区的部分呢 从今年底12月21号左右 到明年的2月23号来展出 展期总共是65天 那这个展区呢 主要以亲子同乐 同趣乐园为主轴 打造市中心的一个 儿童森林公园 并且呢 我们透过跟国际知名卡通 图像授权来做洽谈 另外也规划在圆满户外剧场 安排一些适合亲子同乐的节目演出 那么主展区的部分呢 森林园区15公顷 加上我们跟586旅借用的 这个2.6公顷 总共是17.6公顷 马场园区总共是15公顷 文兴森林公园呢 大概是8.8公顷 那依照目前的展区规划 我们粗估经费 大概需要新台币5亿元左右 那么针对108年的场地整备 花灯的制作 大概需要3.5亿元 本府在今年的5月21号 第一次提送补助计划 交给交通部观光局 并且于5月30号 再度提报修正计划 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 补助跟区规划的经费1亿元 那么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呢 也非常积极替我们台中市政府 来发声争取补助预算 在6月24号的时候呢 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 也到后里马场这里来办理线刊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7月24号收到交通部观光局 核定的补助款600万元 里面包含了教育局的400万 交通局的100万 以及官吕局的100万 另外还有巡力分摊 1200万 这1200万是不会有补助函的 只有600万会有补助函 所以目前中央提供给我们的补助经费 总共是1800万 那么根据各机关单位预算执行要点 本府来办理这个垫付案提送给议会审议 本府的配合款总共是3亿3220万 那因为来不及编列年度预算 因为这个是今年才提出申请的 为了尽速推动我们灯会各项的准备工作 透过本次临时会向大会来申请垫付案 申请这个前接的计划额度 恳请各位议员支持 另外为了减轻市府的财政负担 也增加展演的丰富度 本府各局处都非常积极的来争取各项的中央补助 并且寻求民间的行销合作 那么另外申请的各部会 如果议员需要资料 我们会再提供给您 那2020台湾灯会预期将可为台中 带来超过1500万的旅游人士 大概可以创造大概150亿元左右的观光产值 其中至少有90万的住宿人士 可以为台中市旅宿业带来超过10亿元的产值 那么市府将会和国内各大旅行社旅游业者来结盟 规划出更具特色的套装游程 来吸引国内外的旅客来中部旅游消费住宿 延长停留的时间 那么本府各局处已经非常积极的 由市长来担任召集人 那由副市长担任副召集人 由秘书长来担任执行长 并且设立20个执行分组 那么我想相关的资料在专案报告的文件里面都有 那么7月下旬我们同时也发表了 2020台湾灯会的台中市识别系统 希望借由这个识别系统的设计呢 来引领旅客体验属于台中特有的创新跟城市魅力 那么市府团队再一次感谢市议会议长 副议长以及各位议员的支持以及鼓励 在议会的鞭策以及督促之下呢 我想我们会非常努力竭尽全力来筹办 2020台湾灯会 那么在卢市长的带领之下呢 会动员全员的力量 为明年的台中来创造属于城市的光荣 最后祝各位议员工作顺心身体健康 谢谢 接着请我们卫生区 曾局长来做报告 主席各位亲爱的玉座 还有市长以及我们府会的首长 以及各位亲爱的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很荣幸由卫生局来报告市政府防治登革热疫情的专案报告 首先要感谢市长 从第二预备金提拨了2625万 来支持这个打击今年的登革热 那我们卫生局在从三月份开始就启动了这些防治疫情的工作 过往是从五月才开始 今年我们从三月就开始 那我们最主要 最主要的几件防疫工作 我要如下报告 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今年台中市的登革热目前为止 总共有到今天为止 总共有41例 而这41例全部都是境外移入的 从各东南亚地区移入的个案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本土性的个案发生 这个很感谢 那我们主要的几个座围的话 我们分为四大座围防治登革热 第一个就是主角在境外 尤其我们在海关在入境旅客的筛检 还有只要发烧的话 我们就立即采写快筛 只要是属于快筛阳性的话 就直接在机场在港口 就阻绝这些民众 直接送到医疗院所去处理 那这种其中的话 确诊病例有16例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鼓励民众通报 由东南亚地区回国的民众 只要有疑似登革热的话 我们就会在三日内主动的通报 如果主动通报成功也确诊的话 我们都会着发500元的礼券 那第二个呢 我们是属于社区的防疫 我们从5月2号就公告的防疫措施 然后鼓励民众主动清除积水 如果没有主动清除导致病霉文之声的时候 必要时将医传染病防治法 处3000到15000的罚还 第二个我们有病霉文的监控 只要布施指数两级以上的话 我们就通报的相关单位马上处理 第三我们有户外公共环境资深员的清除工作 由环保局来处理 第四也有预防性的化学喷药防治 也是由环保局来处理 那本年度的第一次的公共环境 例行性的消毒工作 于6月底完成 然后第二梯次将于7月开始执行 那第五我们有属于高风险的果菜园的管理 我们在去年底就有执行发文给各单位有台中市登革热高风险场域果园的农场管理的指引 然后我们也进行造册 已经造册了371处属于高风险的果菜园加强的管理 然后我们在今年的6月6号召开果菜园的管理 登革热的防治管理模式研商会议 将果菜园的农场进行风险的分级管理来进行的普查 然后我们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今年的7月31号 有卫生福利部疾管署 共同我们来办理果菜园的官模 由我们陈副市长领军 由卫生福利部的和起工次长 以及疾管署的周志浩署长等人 一起来共同的来参与登革热的防治 然后我们高风险的果菜园的话 我们就是列册例行巡查 还有落实抽查 我们也将风险分为四大类 来进行巡视巡查 然后另外我们第六点 我们有进行的防疫演练 那我们在市府在陈副市长的领军之下 在3月29日以及7月11日 召开了两次辅城级的防疫演练 那各区公所也依照规定 于上半年都已演练过一次 那下半年还会再演练一次 那我们除了3月26号 透过区长的汇报 请各区加强整备之外 在4月9号也于市政会议进行登革热的防治专案的报告 然后第七项呢 我们疑似或确诊病例的防治作为 我们已经完成了化学的防治的物资的整备 然后我们也已经完成 7月已经完成了所有紧急喷药的开口契约 假设我们卫生局接获到登革热的阳性个案后 会立即通报辖区内的清洁队 加强知青以及消毒 那清洁队于接获48小时之内的话 就配合卫生局完成 各案的居家生活及工作地点 及其周围50公尺内进行户内外的紧急喷药消毒 那我们总共做完了34例的化学的防治 那第三大重点是属于医疗整合 我们也鼓励医师要通报 因为登革热的防治如果能够早期发现 早期处理的话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 然后我们也积极地做 NSY就是快筛的布点 我们预计布满200家的医疗院所 目前已经有203家 可以提供NSY的快筛的四季的筛检 第四就是防疫教育 我们到7月31号为止 各区处区公所清洁对敌医师人员的教育训练 总共办了13场 总共有1176名学员参加 然后我们也设置各种特色的登革热的防疫图卡 来进行的宣导 然后加强民众预防登革热最好的方法 就是随时要整理环境 清除积水容器 掌握巡道清刷等四大步骤 才杜绝病霉纹的滋生 没有滋生员就没有病霉纹 没有病霉纹就有登革热 彻底落实滋生员的清除 为防治登革热的不二法门 我们今天还有附上一份附件 就是108年登革热的防治大四季 那请各位预作参考 以上报告 谢谢 接着请交通局业局长做报告 副议长以及各位预作 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交通局就针对这一次的山海环线 及捷运绿线延伸线的相关的审查进度 跟经费补助进行报告 那主要因为这个案子 这两个计划基本上在第一次的临时会 在大会上面也有交通建设专案报告 已经有包括过当时的一些进度 那交通局就针对从三月份的临时会之后 到目前相关这些办理进度 跟相关这些韩文结果 跟各位预作们进行一个说明跟报告 那运动上在今年的从这个大台中地区 山海线的铁路双轨高架化建置计划可行性研究 这是这个全名 从今年的2月20号 收到交通部 寒转行政院相关的这些审查意见 那交通局也当然针对所有的审查意见 那依交通部的这个相关的意见 现在一个月内 那我们把相关东西修正完之后 再把这个报告于3月19号 再提送交通部来继续审查 那交通部也在这个5月15号 再进行的内部相关的会议 邀及相关的与会单位 进行相关的这些可能有疑虑的部分 再进行讨论 所以我们依交通部相关的这些建议 在5月30号再去拜会台铁局 针对相关报告书要修正的内容 跟未来台铁可能涉及到经营方面等等的议题 再跟台铁局做沟通 公投完之后 我们再回来修正报告 所以在这个报告里面 我们在7月30号 也在把修订后的报告 再已经函转给交通部来继续相关审查 那我们也希望交通部 赶快审查完毕之后 再转给行政院进行后续审查 那相关这个经费的部分 曾如之前跟各位一桌报告过 因为这个相关这些修正 依据相关审查医院修正之后 有一些过去的这些工程的物价微调等等 所以整个计划 从3月份跟各位一桌报告的709亿 会上升到714亿 那这个部分里面 按照目前的这个经费分摊表 中央市分摊了353亿 但台中市政府要分摊360亿 所以这一块我们也一样 韩文跟现在相关的会议里面 也含请交通部来协助 事实上我们可以一起争取 跟行政院争取相关的专案性的权额补助 那这一块我们就可以比照 我们台中都会区的铁路高架化 目前三线 从丰元到乌日段的这个铁路高架化 中央权额补助 以及目前三海环线里面的成功追分段 这一块也是中央权额补助的方式来进行 那针对第一个部分 先跟各位一桌进行报告 第二个部分捷运绿线延伸线的部分 主要的时程上面 基本上从今年3月5号 我们也在跟彰化县府 因为这个延伸线会延伸两段 一个往东会到这个金浦库北屯段 一个是乌日段往南会到彰化地区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3月5号 今年3月5号时候也跟彰化县府 在针对新的这个计划 相关的细项内容进行确认 那大概有共识之后 3月21号我们也含文给这个交通部 尽数召开这个捷运绿线延伸线的审查会议 那5月10号的部分 也由我们的陈副市长率队 到交通部进行这个可行性的专案审查报告 那委员里面提到了相关两个重大问题 一个是未来的基电系统的发报问题 一个是经费是否如实估计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再带回来之后 在6月12号我们再邀请台北捷运工程局 针对捷运绿线主线的相关的基电及经费 进行讨论那怎么去合理的估算 跟未来的这个捷运延伸线的发报工程 基电发报工程 所以6月12号讨论完之后 我们目前按照相关这些讨论会议等等的审查结果 按照这个部分来进行相关的报告修正 那我们预计这个月底前 会把这个报告修完毕之后 再提送给交通部来进行审查 那这个部分原则上在经费分担的部分 总共目前 因为修正还有一些地方会微调 所以但按照之前的经费是203亿 就绿线捷运延伸两段的部分 那这部分中央负担93.7%而已 大概负担46% 那台中市跟彰化县府共同要负担大概53.8%的经费 那其实这块我们之前也因应在今年的3月14号 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有到台中来视察相关的捷运建设 我们也有向这个立法院的相关的财政委员会的委员提出这样的反应 就是说绿线捷运的延伸线的补助部分 能不能比照捷运绿线的主线的补助比例 所以那一块我们也在4月18号正式在寒文给交通部 希望交通部来协助台中市政府 跟相关的行政院来争取这个相关的补助的一些相关比例的部分 所以以上两个部分大概就是交通局针对在第一次的临时会之后 到目前相关这两个案子的一些进度报告跟说明 以上 好我们依照案等的顺序 郑议员有什么意见吗 谢谢主持人 本义刚才有 也有人说三个全安保护杀 老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 麻烦交给局跟检察局跟那一块六音堂的董事林 看来都请来 跟交给局成功国小 逛中看什么人去找场地的 第三个局什么人去找的东西 做一次带来 议事当 谢谢 我们请这个议会这边赶紧联络这个当事人 请他到这个议会来做报告 那接着 是罗议员 喂 主席 主席 我们昨天就已经讨论这个议题 讨论过了 今天我们有其他很重要的有关于市政议题 政公金议员有比较想要知道的答案 请他自己私底下去了解以后 再拿到议会上 不要浪费我们今天其他议员 对于我们这些议案 有更多想要了解 整个台中市不只是只有他这件事情而已 为了他一个事情 我们所有的议员要在这边再一次聆听 他的肺腑思言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而且今天 今天台风来临之时 校长如果没有在学校作证 万一一个强风有任何的事情 我觉得 这个部分 还是要校长留守在自己的学校 最后 拜托一下 不是这样子你临时要请谁来咨询 你咨询条 应该前三天就要发 请他到现场来讲 所以我希望这个时候请我们的主席 裁决照议事 我们今天的议事继续走下去 最后他如果有什么想要发表 请留到最后他自己提 他自己的权疑问题 这个部分请主席 好我们 张金芬议员 有好 现在马上请 请按照这个登序 第一位议员 史智昌议员请发言 好来 主席 卢市长 各位局长 我想今天是我们第二次临时会 我想有三个很重要的议题专案报告 那本期先针对我们2020台湾灯会 我们的这个 依我们林小琪观光旅游局局长的这个报告内容里面 申请议会垫付计三亿五千零二十万 含中央补助一千八百万 那后续大概有各局处还会向中央请 这个几千万两千万一千六一千二七百八 我想局长 市长 这个三亿两三亿五千零二十万 相关花在哪里 这个报告里面完全看不到 就要我们通过这个垫付 是不是请待会 还是说手边有什么资料 让我们所有议会的同仁了解 有相关的资料 不然我不知道这三亿五是要垫付什么 我想这个是第一个 我想跟我们光旅游局这边所表达的 那当然 我今天特别要提 还是在于我们山海环线的一个铁路 的一个事情 我想市长 想询问 大台中 山海铁路双轨高架化三首线 您一直吵着要中央 全额补助 我想本期想问市长 假设中央没有全额补助 没有全额补助 你是不是没去啊 市长简单回答 报告议员就继续讨论继续争取 谢谢 好 那交通局长 依我们交通局给的专案报告里面 如果依经费划分 以非自账性的分配来看的话 请问一下中央跟地方的比例是多少 如果是只有非自账的部分 大概台中市政府要负担230亿左右 230亿跟 另外自账部分有将近130亿 OK 自账性是之后会回收的吗 如果所有的开发等等有按照这个旗程 那当然嘛 所以我现在问你这个中央跟地方的比例是多少 我可能要按一下计算机 我直接跟你讲 中央6成8 中央3成2 这就如同你刚刚送中央 包括你3月份5月份的修正计划里面 如果照着原本的计划 市府的规划上去的话 大概6成8比3成2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市长 这个为什么你那么执意中央要全额补助 未来新建这个三首线 因为铁路是中央的财产 未来的产权也属中央 所以你是不是认为 这样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必须全额出钱 全额负担 你是不是有这样说过 是吧 市长你回答一下嘛 不但是这样子 而且铁路高价的时候 那时候370亿 全线高价就是中央全额负担 有利可循 那我再请问一下市长 未来我们山海环线新建完成后 周边的土地开发效益 增额容积效益 总共有多少 局长你知道吗 跟一桌报告 其实相关这个 如果周边按照相关这些开发 都会算到至少性的经费里面去 所以多少 按照目前报告书里面出估的是 大概129亿 一百多少 29 129亿 不过这里还包含 也包含了票箱等等的收入 是 所以我特别本席要特别提出来 未来山海线 如果新建好 假设新建好了 这个相关的受益 周边的土地开发 包括周边的商业行为 地价税 土地增值税 这都我们地方建户提提 那依照台铁 这个是中央嘛 中央要负责营运 亏损也是中央 我手边有一个资料 在光是去年 107年的台铁 本期的这个亏损 将近 光是去年就亏了29亿 我要表达的是 亏损中央亏啦 收益地方哪 好 那因为已经中午了 那我们休息30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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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